天气越来越热 市面上也有很多消暑小物 像这个降温喷雾 只要轻轻喷一下就能降温 或这种标榜冰凉的湿纸巾 擦上皮肤也能让人感觉瞬间冰凉 擦了之后会比较凉 比较舒服 而且那个膝带也蛮方便的 但小心别过度使用 因为这类小物里面有容易挥发的 迷类 唇类等酒精成分 还有精油或薄荷 都容易造成皮肤红肿痒 成为接触性皮肤炎 酒精也可以溶解油脂 所以长期喷的话 皮肤会比较干燥一点 那另外就是精油的部分 比如说里面还有茶树精油 这是对皮肤比较刺激的 一些精油的产品 那很容易产生过敏性的反应 尤其是本身有异味性皮肤炎 或是过敏性湿疹的民众 更不适合使用这类产品 喷的时候不要过分地喷 不要太常喷 如果过敏的话会是有氧感 如果很氧的话 有时候抓坡会造成 激发性的细菌感染 医师建议用水或湿毛巾擦拭 就能达到降温效果 如果要用湿纸巾 也建议买不含香料酒精的 对皮肤更文和 大约新闻聆听检员集台北报道 再次能达到冰箱的材料 再次能达到冰箱的小匙 除了一个大约的